看看新闻网 你会看这些消息 然后我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自己拿十年前的照片出来看 肯定也会有不一样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 越来越好看就好了 是吧 如果不看刘凯威和姚蜜的资料 你一定想不到 他们两个人之间 居然差了12岁 往好的地方想 你会说刘凯威 真是助言有数 如果稍微再多想一点 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这脸是不是动过刀子 自从和杨蜜牵手以来 刘凯威在内地的人气 可谓是步步高升 而她过往的演艺经历 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1993年 刘凯威从加拿大华人歌手 选拔赛中脱颖而出 随后回香港发展 1995年 在父亲刘丹主演的电视剧《真情》中 刘凯威献上了自己的影评处女秀 回顾这些过往固然有趣 但不少网友在今夕对比时 意外地发现 这刘凯威怎么和以前 长得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运动很重要 运动 遗传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基因很重要 因为我 我说实话 我妈妈 我妈妈 的基因应该比我爸好 又是运动又是遗传 刘凯威的太极打得不赖嘛 但媒体们并没有就此打住 见刘凯威心情不错 记者对整容一事干脆来个打破砂锅 问到底 那这个就是作为公众人物的一个很矛盾的 又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但大家都没有很关注你的时候 没有 没有很 太关心你的时候 你又很希望有一天 让大家去关心你的时候 但是你有一天 让大家很关心你的时候 我觉得 你要想大家不关心你 我觉得这个是 很难追求一个平衡吧 老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在刘凯威陷入整容风波之前 女友杨幂就已经和整容这两个字 缠斗了好多年了 2011年7月 深受皮肤过敏困扰的杨幂 带着口罩来到上海宣传电影 孤岛惊魂 当时就不少人将口罩理解成了 整容过后的折羞布 我其实是只有宣传的那三天 然后我其实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看到我口罩底下的脸 当时过敏还挺严重的 然后宣传完了以后 我就立刻去台湾了 那个时候 就日期都有的 机票都有的 直接去台湾拍戏了 那剧照现在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就算是回应大家所谓的整容说吧 故事传的多了 一来二去 小两口还因此多了个绰号 整容情侣 好在对于这个问题 闯荡娱乐圈多年的两人 心态都还不错 那首先我是不会介意大家 就是自己清楚就好 自己知道就好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新闻 每天都还挺多的 那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免费的观众吧 也不用买票 然后去看别人表演 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就是大家越来越关心你 其实我觉得对于演员 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就是至少大家 你还是挺有价值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挺开心的 娱乐情片地 刘凯威太极打得真心好 报道 女子 她谁 突然